聖人為恪守天主的戒律,奮鬥到底,不懼怕惡人的言辭,因為祂站立在堅固的磐石上。 因父及自己生存之名,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宠,聖宠的恩賜與你們同在。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紀念一位聖人,在我們的本子說聖宜人或聖伊勒娜,在很多很多的書籍,他的名字叫伊勒內。 這個人,他出生在130,130年出生在斯密納。 斯密納是土耳其,在若望摩斯路,若望他寫的信,其中的一個教會是斯密納。 在今天這位聖人,他出生的地方。 那聖伊勒內,伊勒內,伊勒內,他离耶穌應該是第四代。 耶穌的門徒是若望,若望的門徒是波利卡普或是波利加。 波利加的門徒就是聖伊勒內。 那他,因為聖恩波利加也把若望,他所看到的,所聽見的有關耶穌基督的,也把這些的也交給聖伊勒內。 伊勒內是我們教會的第一位聖水家。 他反駁了很多很多的一段。 他從斯密納,是土耳其,小亞西亞來到法國,在法國就擋了主教。 擋主教多年,反駁了這些的一段。 到最後,他就被致命,成為一個殉道者。 但是他的死亡,如何死亡,在哪裡死亡,是沒有很清楚。 據說,他在兩百年左右尋道。 我們祈求聖伊勒內,繼續為我們的教會上教會祈禱。 面對現代的各種不同的一段,我們可以堅持我們的信仰。 現在我們大家忍醉,準備我們的心,參加今天早上的聖道禮儀。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認我思言行為上的過失。 我罪,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為此恳請終生同真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教友,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 願全能的天主垂臉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臉。 上主求你垂臉。 基督求你垂臉。 基督求你垂臉。 上主求你垂臉。 上主求你垂臉。 勇敢維護真道。 公固了教會的和平。 求你垂臉。 求你垂臉。 使我們借信德與愛德,從事生活的革新。 智力。 與促進彼此間的團結與和睦。 主求你垂臉。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們的主天主耶穌基督。 祂和你其聖神,永生永望。 Amen。 公讀《創世紀》。 那時,上主借神士,對亞巴郎說。 亞巴郎,你不要怕。 我是你的保護者。 你得的報酬必很豐厚。 亞巴郎說。 我主上主,你能給我什麼? 我一直沒有兒子, 繼承我家業的,是大馬士格人厄里二则爾。 亞巴郎又說。 你既沒有賜給我後裔, 那麼,只有一個家仆來做我的繼承人。 上主立刻答覆說。 這人絕不會是你的繼承人, 而是你親生的,要做你的繼承人。 上主就領他到外面說。 你仰觀昌天。 數一數星星。 你能夠數青嗎? 接著對他說。 你的後裔也將這樣。 亞巴郎相信了上主。 因此,上主認為他是藝人。 上主又對他說。 我是上主。 我帶你離開加塞丁人的烏爾。 是為了把這片土地賜給你作為產業。 亞巴郎說。 我主上主。 我如何知道我要佔有這片土地作為產業呢? 上主對他說。 你帶一隻三歲的母牛。 一隻三歲的母山羊。 一隻三歲的公棉羊。 一隻斑鞠和一隻雛鸽到我這裡來。 雅巴郎便把這一切帶來。 每樣從中剖開。 將一半與另一半相對排列。 只有飛鳥沒有剖開。 有巨鳥落在獸屍上。 雅巴郎就把他們趕走。 太陽快要西沉時。 雅巴郎昏沉地睡了。 忽然感覺陰森萬分。 就害怕起來。 日落天黑的時候。 只見有冒煙的火爐和燃燒的火炬。 從那些肉塊中間經過。 在這一天。 尚主和雅巴郎立約說。 我要把這片土地賜給你的後裔。 從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河。 尚主的聖言。 感謝天主。 尚主永遠信守他的盟約。 尚主永遠信守他的盟約。 請眾稱謝尚主。 請眾稱謝尚主。 宣揚他的聖言。 在幻名中宣揚他的工程。 你們要歐歌讚頌他。 傳述他的奇妙化功。 尚主永遠信守他的盟約。 你們要以他的聖名而自豪。 願尋求尚主的人滿心喜悅。 你們要尋求大能的尚主。 時常想望瞻仰他的詞言。 尚主永遠信守他的盟約。 天主的仆人雅巴郎的後裔。 尚主所選雅各的子孫。 他是尚主。 是我們的天主。 他的統治。 遍及各處。 尚主。 尚主永遠信守他的盟約。 他永遠信守他的盟約。 萬事不忘他的承諾。 於雅巴郎所定的盟約。 像伊撒格所做的承諾。 尚主永遠信守他的盟約。 聖兒宫吶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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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吶。 杵者盟約翁BER saç貌伍祂 теперь尚呼一言。 聖轉叉時吶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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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吶۔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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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共睹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为民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提防假先知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雄长的狼 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经济上 则能栽到葡萄 经济上则能栽到无法果 同样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必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必要被砍倒投入火中 因此你们凭他们的果实 就可以辨别他们 上主的圣言 祈祷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圣父平安 我记得几年前 好像是四年前 有从印尼来的一个弟兄 我们圣言会的圣父 我跟他去华市 到了华市看到很多很多的辣椒苗 我们买了这些辣椒苗 带到我们这里 就是在我们的小圣堂这里的 后面的天空花园 我们就种在那里 用心的照顾 过了大概两个月以后 辣椒就结了果实 非常的漂亮 看到它红的很漂亮 我们就想 我们应该有辣椒可以用的 我们有一天 我们把这辣椒 带到我们的 那个商店在那边 我们吃的时候 天哪 这辣椒 一点都不辣 一点都不辣 我们这个弟兄就说了 不辣的辣椒 它不再是辣椒了 把它通通拔掉 拔掉 不辣的辣椒 这个不是辣椒 没有结 好果实 这个不是好素 所以他就拔掉 在今天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说了 你们要提防 假先知 要提防假先知 跟两天前 我们所听到的 两天前我们所听到的 是有关你们不要批评 所以批评跟判断是不一样 我们要做判断 从判断我们可以看到 好跟坏 错与对 这个是判断 是在今天的 耶稣告诉听众说 你们要做好判断 看这些的假先知 有的是真的是先知 有的是假的先知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耶稣给听众一个标准 看他们所解的果实 好的果实 已经从好数而来的 当耶稣讲好数跟坏数 好果实 坏果实的时候 他重复了好几遍 他讲一句话 我想我们就懂了 但是他重复了好几遍 听众的职能不足吗 或是有另外一个理由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理由 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让耶稣重复了同样的主题 重复了好几遍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在那时候应该真的是有假先知出现的 那这些假先知出现在这个团体里面 看人看的好像他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实际上他所带来的就是来引导人 走向死亡灭亡的方向 所以耶稣他说的 他用的这些人 他们穿的羊皮 当时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所以要注意 从他们所结的果实 那这个的果实是什么 这些人他们的行为 从他们的言论 他们所说的话 说他们所过的他们的生活模式 生活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 是真的或是假的先知 那这个是我们去判断外面的人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往里面 看我们自己 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真的或是假的 我们是真的或是假的 我们的果实 想象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的吗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说觉得果实 不配合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坏数 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好数或是坏数 我们觉得是好的或是坏的果实 是否带领人走向生命 或者是引导人走向死亡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 愿意以生存充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祝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小安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执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求把圣母玛利亚 基督圣人圣女的榜上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从你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旧 及其前人 宣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我们世界的安慰者圣神 清除于我们 及皆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Amen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Amen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Amen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Amen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数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你一步 并使上面蒙守福音的光大人民 我们也在这里提醒你 我们把一切三性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传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应该当我最小的圣灯 爱当我最愿悠愁 何等全力能将完事 爱到主安作前求 多少平安秘密失去 多少痛苦白白熊 借以为将各样实行 来到逐渐做千秋 明镜与点点栏目